哈喽大家好,我是爱上聊电影,今天给大家讲述一个小伙穿越到几亿年前,不仅治好了恐龙的便秘,顺便还拯救了地球的故事,马尔是名古生物学家,一天他有幸被电视台进行专栏采访,在节目中他提出人类是可以穿越的,但是主持人却直言不讳的说他是在胡扯,撤把马尔给气的,当场就和他打了起来,因为这次不光彩的事情,导致马尔一个大学博士沦陷到去江小孩子的地步了。 一天,他正在给小孩子们上课的时候,一个叫做荷莉的女人拿着一块起因年前的化石找到他,而且令马尔感到更加惊奇的是,化石上居然有个打火机印,马尔就像是发起了新大陆一样,然后就在实验室里研究了一夜,等到第二天荷莉来找他的时候,马尔的迷你时光机就研制好了,随机两人来到了发现化石的地方,在这里他们遇到了向导小胡子,小胡子摇晃着船把他们带到了一间洞里, 而就在这时,时光机突然响了起来,随机洞里就发生了地震,接着他们就掉进了一个大水沟里,不过等他们醒来之后,却发现自己正在处于一片沙漠中,根据眼前的景色可以判断出,他们终于穿越成功了,只是时光机却不见了踪影,此时离他们不远的地方,正发生一起猿人杀小猿人的事件, 所以他们顺手救下了小猿人,正在跟他交谈的时候,突然就掉进了一个大坑里,没想到啊,这个坑里居然住着一只霸王龙,为了躲避被霸王龙的追杀,几人躲到了一个洞穴当中,晚上小猿人告诉众人,他本是人员中的王子,今天那两个猿人杀他,正是为了篡夺王位,第二天,马尔正在勘察地形的时候,突然他的脑中闪过一个蜥蜴人在向他求助, 于是几人便来到了蜥蜴人基地,还在基地上方发现了几块反光镜,这时突然从洞穴中涌出来一大批蜥蜴人,和力集中生智,利用镜子反光打开了一扇大门,几个人进了门后,又发现一个小蜥蜴人,伊尼克,伊尼克告诉他们,他是被囚禁在这里的,而他召唤马尔莱的原因,正是因为自己的王国被一个叫做战母的蜥蜴人占领了,而他的目的就是要得到你们的时光机, 然后再带领蜴人大鸡到各个时空去主宰人类,所以你们要尽快找到时光机,竟然一听都被吓坏了,所以他们开始寻找时光机了,此时他们来到当初小批乏的位置,列为时光机肯定还在这里,正要过去的时候,突然一辆车子从跳而降,引起了恐龙们的疯狂饲养,而他们却站在原地吓唤恐龙,不过还没笑几句,就被两头巨型恐龙盯上了,几个人又是一路逃命,关键的时候, 马尔找到了一瓶冷却剂,他把冷却剂射到了恐龙的嘴里,恐龙被剂到后,突然从嘴里吐出一台时光机,几个人正要高兴的时候,结果又被随后飞起来的翼龙给叼走了,接着几个人又踏上了寻找翼龙的征途,一路翻山越岭之后,几个人终于找到了翼龙的老窝, 但是,此时时光机正在被翼龙当作摇篮曲放给孩子们听,马尔胆战心惊地从翼龙中把时光机拿了出来,拿到时光机后,几人在这里享受了一番,睡了一觉后却发现荷莉不见了,几人一番找学后,发现荷莉被蜥蜴人抓来了,而他们也被蜥蜴人给追住了, 此时,因尼克也露出了邪恶的嘴脸,原来他就是利用马尔去找到时光机,然后再把时光机夺赖,自己带领蜥蜴大军去攻击人类,这便蜥蜴人的事情还没有解决,之前惹的那只霸王龙再次出现,而马尔也不幸被吞了,蜥蜴大军再次文公和力等人,就在未及关头时,马尔居然又被霸王龙给送了回来,原来呀,他被霸王龙给吞了之后,居然从里向外制好了霸王龙的便秘,所以他们就成了朋友, 这下有了这么强力的帮手,很快他们就消散了蜥蜴大军,找到了伊尼克,他们把伊尼克暴打一顿后,打开了时光隧道就准备回去了,不过,小胡子却迷恋上这个时代的一切,想要留下来,马尔之后尊重小胡子的选择,回来之后,马尔和和力好爽了,而身在另外一个时代的小胡子,却和小元人共同带领着万千元人,影片就此结束了,本片是失落的大陆,感兴趣的小伙伴们可以去看一下,喜欢的,不要忘了, 不要忘记关注,点赞,评论